昨天刚从如边回来 今天就在家门口看到了一根奇怪的树干 难道是我上次砍树的时候没有砍干净吗 仔细看看 好像还能穿过去 这难道就是传组中的还是蜃楼吗 只是看起来在这里 实际上在很远的地方 点一下看看 啊 不通 世界真的太邪恶了 有的树表面上看上去是一棵树 背地里还不知道是什么花花肠子呢 人与怪物之间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 气死了 咦 可乐 一身上怎么全是水啊 好像还被打了一块淤青 嗯 我刚刚不小心磕了一下就合理了 没事 我们快准备召唤boss吧 暂时不用的东西都扔到箱子里了 我现在明白了 抢夺三就是个垃圾制造器 那么是时候见证奇迹了 嗯 玻璃姐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我早就准备好了 快点召唤吧 嗯 快点别墨截 我放 boss呢boss呢 没看到 啊啊啊在那边 龙世在人 城市在天 我上了 哇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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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像 我都不用打 啊拜托啊小松给你很弱哎 哎呦刚刚是谁怕的不行啊 是谁是谁是谁 我不知道呀 好了好了 雕像也拿到了我们回去吧 玻璃姐 我刚做了一个好玩的东西 什么好玩的东西 不是说要做新的稿子去天堂万威精的吗 你可别把材料浪费了 没事没事都是线很长的材料 我给你也做一个 一看锤 八十 八十 大 大 大 可乐 来了来了 给玻璃姐这个东西老好玩了 拿着找个官物试一下 我先给你一程 好歇好歇 幸好掉水里了 不错了准备去天堂了 好嘞 终于能挖威精了 所以裤子到底是拿了什么东西挖的呢 可能是误打误撞捡到的吧 之前boss房间的奖励箱里面也有吗 嗯 总觉得以裤子的运气 箱子里不该全是腐肉之类的吗 啊 你在说什么怪话 裤子怎么可能遇得到奖励箱 他可是在沙漠神殿都能引爆tm机的人啊 看来裤子在我不知道的地方也是一如既往的二呀 听到这个我就放心了 等找到他记得给他一锤子治一下 那我要先锤为敬了